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该来聊聊天了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 最近该买什么股票 然后该买什么房子 然后呢 如果你是正想开始的一人公司 或是正要转换 在考虑的小资族 今天给你一些投资理财建议 今天来随意聊一下 更新一下最近的进度 你正在收听的是 艺人公司实战手册 与你分享建立一个赚钱的艺人公司 所有需要的必备知识 欢迎回到软屋的创业实验室 不对 现在叫做艺人公司实战手册 今天好像是第62还63集吧 好久不见对吧 可能有7天没有更新了 7天8天 其实就以前的标准来说 这还好了 因为可能每个礼拜才做一集 但是8月初的时候 我们有日更嘛 8月一共更新的好像十几集 将近二十集的节目 所以就感觉有一阵子不见了 最近忙什么呢 最近都忙着看房子 买房子 准备换一个生活的形态 所以在很密集的时间 做了很多很多的功课 就比较没有时间 应该说本来的 这个录制节目的步调 的时间就有点被挤掉了 那就没有录制 那么我之前在讲 这个内容行销的时候 还有鼓励我们的同学都说 你如果要做内容行销 要做节目的话呢 input很重要 就是你要 平常就要学习嘛 你要看很多书 不是为了做内容才看书 而是平常就自己要充实 那如果你那阵子没有input的话呢 你就透明的分享一下 你那阵子的思考 跟你在做的事情 所以显然今天呢 我就来分享一下 最近我在做什么想什么 今天的节目内容可能稍微松散一点点 但是说不定有的时候 这样反而有一些火化出来 我们也聊到一些东西 包含说 呃我们在三月初的时候 有录制了一些股票 呃如何找到赚钱股票的教学内容 在YouTube上面 那买股票一直不是这一个podcast 或者是YouTube频道里面 我很主要的内容 确实 但它确实是一个我 十几年来一直在做的一个事情 所以呃最近在做什么呢 就顺便聊一下股票的事情吧 因为也有一些 这个观众朋友在问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在前两集录了一个 叫做买房之前 你应该 你我应该知道的是 我的一些怪想法 那我就 针对里面我在做一些补充 然后也讲一下 我最近做了一个决定 那就是我决定买下这个房子 然后 要离开台北市了 呃我觉得挺好的 挺挺兴奋的 也而且希望说可以在今年完成了 但是感觉很困难 等一下来聊聊 然后最后的话呢 就是呃 如果你跟我一样 我今年32岁 所以说如果你现在是呃 我年纪差不多 或是比我年纪轻一些的话 呃或许我的一些经验 给你做一些参考 然后看看呃 呃是不是能够协助你 在做决定上面更有一些资讯 可以 可以拿来思考啊 这个词穷啊 这个没有准备就是这样 好 好回过头来我们来讲这个事情 这个这个房子这个事情 怎么怎么开始呢 最早其实在去年的7月 去年7月 呃 我去了日本待比较长一段时间的时候 我就开始在思考 那个时候不知道哪来的灵感 看了一些奇怪的电影 奇怪的纪录片之后 就在思考生命的意义嘛 那我就越来越觉得说 嗯 这个 到底最终要的到底是什么啊 这个是呃 赚很多钱吗 然后是这个买很多东西吗 还是什么 这是要有很多成就感吗 留下一些好的东西 在这个世界上吗 就开始来思考 那当然这是一个大问题 到现在都还是持续在找答案当中 但是他就让我看待工作跟 这个生活的角度呢 开始一直在在改变 而曾经我还有一段时间 从去年7月回来之后 我有一阵子是没有办法很 很focus在我原本的工作 原因是因为我会有很多的怀疑 就是这到底意义是什么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 那不这么做会怎么样的 就想很多东西 那随着我呃 买了各个宗教的经典啦 然后又看了很多很多的 看很多不同类型的YouTuber Podcast 听很多不同的Podcast之后 当然慢慢又塑造出一个 现在比较 稳固的信念 那我觉得这信念种东西就这样 它会不断的变化 会不断的松动 再重新凝固 然后你遇到不一样的事情 再碰撞 还会这个样子 那为什么要聊到这个信念的东西呢 因为其实 呃我们等一下先讲股票那个话题嘛 会讲股票的话题是 呃前两三周吧 跟几个朋友他们就会聊嘛 对不对 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 大家都对投资 呃这件事情有一些学习 有一些看法 有一些操作的技巧 呃短线长线 然后是要买这一种 还是基金 还是股票 还是这个美股 各式各样的东西 但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的 还是那个叫做投资哲学 就是说 你做这件事情 到底目的是为了什么 那我们很经典的一个状况看到就是 呃可能很多人他的资金不够 但是他下班之后 花很多时间一直在研究那种操作技巧 然后就拿很少钱在那边冲来冲去 然后最后可能有的时候赚到几万块 有的时候会赔几万块 或这样之类的 但最终得到到底是什么 你打个问号不知道 这种东西我就把它归类为说 投资哲学不明确 你知道吗 投资哲学 你把它这样连过来 连上去之后是三观不明确 就是说对于这整个生命不明确 可是那个我刚刚讲的 这很大的问题 可是我们再讲小一点就是说 你做这件事到底目的是什么 这很重要 因为这等一下讲买房子也是 那到底为什么买 为什么要租 租房买房好这东西 很多很多争论 其实我过去在做德州布克的拍手 这段期间就是 很focus在期望值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有我很坚定的立场 就是台北的一定不能买 就是这种 这个你算下来 不管租金房价比 这个收入房价比 什么的不合理 什么的 这个一定租房比较好 怎样之类的 但随着在追求我的生命意义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出来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聊了 我今天不是要讲类似以前的podcast 或是YouTube影片这样子 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理论什么 我就聊聊最近所有的事情 那我就整理一下 首先 如果你对买卖股票有兴趣 我相信的事情是价值投资 我相信的事情是买进长期持有 那我的股票评价方法 已经完整的录制在那一集的YouTube影片里面 所以你可以到YouTube搜寻 软物股票 你现在听到这边可以note下来 然后就听这一集 那如果你对于我里面讲的东西 还是有更多兴趣的话 我建议你去看任何跟巴菲特有关的书 跟台湾一位作者叫洪瑞泰的书 我觉得他讲得相当清楚 那基本上我就靠这个方法 所以有人说 为什么那么厉害 3月19号 我知道说那低点 其实没有知道那低点 只知道那一阵子都是低点 所以在很恐慌的时期 那个基本上我们每天都是一直在买进 不管台股还是美股 买了非常非常多东西 那我的 另外一个投资哲学就是 到底分散还集中好 我比较抱持的是 那一位国外的作家叫什么 Joe Greenbolt 我可能讲出他的名字 他有出几本非常有名的书 他比较支持的是 买一篮子的股票 那这边就插播一个话题 就讲到ETF这件事情 前几周我有个朋友 JK 因为我建议他买一些美股 然后他就po了一个现实动态 说都涨着2,30% 3,40%以上 甚至有些到多少 到6,70%好像有 然后我就转贴这个限动 说对 我教他这个方法 而且我们不买ETF 那就有人私讯问我 很可能要听这个节目 我就说 他说 Raren ETF不好吗 好 我就针对这个话题来讲一下 ETF好或不好 先科普一下什么是ETF 一般人可能听到的时候 都会说 是来讲0050,0056,台湾50东西 OK 那个是一种ETF 以前曾经有一个人说 我想到一个买股票方法很棒 就是我是不是可以 台湾每一档股票都买一股 这样子我就可以 东赚西赚这样 我说你不用那么麻烦 现在有东西叫ETF 所以ETF就是一篮子的股票 一篮子股票 那比较大家比较熟知的台湾50 就是他这个全职前50大的 然后就他有他的分配的模式 所以说你假设买了一张10万块 你不是买到一档公司 你是拿50档公司 那么好处是你可以随着 我们的经济成长 台湾的成长长期下来 可以得到一个报酬 但是ETF不只是这一种 其实有很多各种款式的ETF 举例来说之前是区块链很红 所以国外也会有区块链的ETF 不是说他这个东西是区块链 而是说他去看 说哪些公司跟区块链有关系 然后就把他打包起来 然后找到30档 这30档公司跟区块链有关系 然后就把他包起来 所以说你投资一档 这一档ETF 你就买到整个区块链的产业的趋势 那一样东西还有什么 还有不管是能源的 这个自动化 你觉得机器人外会很好 你就可以买这个 这个robot的ETF 有各式各样的东西 好 那我们回到刚刚的话题 观众说 run ETF不好吗 我逻辑是这样子 我有我的投资哲学 我们刚刚是不是在讲哲学的事情 我投资哲学的是 一个东西 我们可以用某个模型 算出它的评价 就是比较偏量化分析 就是我可以算出来说 OK这个东西 我举个例子 今天你巷口很常吃的排骨饭 它就会卖80块 然后你先发现一个 就是新鲜的一模一样的 40块 你马上就会买 对不对 甚至你可能会买很多 因为你朋友都会一起吃 所以你也买很多 然后你也卖他们80块 或者买他们70块 你就会赚 那为什么你会大胆来买 因为你很清楚这80块 所以这80块这东西很重要 跟第二个 这排骨饭要新鲜好吃很重要 所以一个东西它的品质够好 另外我就是看它的价钱 所以在我投资哲学里面 我要可以辨认什么是好的公司 跟我要可以辨认什么是好的价位 那这样就OK 那等这个市场上大家投票 投票 认为说 我认为大家错估的时候 我就可以买进 那这跟某些人的投资哲学是不一样的 因为某些人会认为说 市场永远是效率的 所以你不可能有这种赚头 然后某些人投资哲学是 你长期来说 你根本赚不到的东西 短期一定要看短期价量 什么 那就是投资哲学的问题 那如果就我的投资哲学 我本来就是一个长期主义的投资者的话 这ETF对来说意义不大 为什么呢 因为假如说台湾50好了 这50档里面 这50档每一档 我都可以有我的评价 因为我有一个固定的评价模式 所以说这50档里面或许 决例来说 我认为有35档是我会买的 而且35档里面 并不是在此时此刻 每一个都低于它的排骨饭80块 有些东西明明排骨饭80块 现在卖到95块了 可是有些是40块的 那对我来说我可以选 我只要排骨饭40块 排骨饭95块是我不要 那这样对我来说 是不是就是比较正期望值 因为我赚到比较多 在数学上面 所以说我就会说 我们不买ETF 可是并不代表 我认为ETF不好 因为它有它好的地方 这好地方 如果你要讲到更广一点 可能是因为它简单方便 让你的注意力可以变少 你可以做其他事情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对吧 所以回应那位网友 但是这边就会跑出个东西 有人就说 那这次真的能玩吗 那我就跟各位介绍一下 我们以前来做事情 我的背景 很多人对于股票 或者一些投资投机的东西 会有一个 从小开始 因为原生家庭 或者是听过一些东西的 一个负面的关联就是 那是不能赚钱 那更多人认为赌博 更不能赚钱 对吧 但是我过去7年8年的 生涯里面 在做的就是在玩 德州布克一个复合游戏 什么叫复合游戏 零和游戏就是我们今天 四个人打麻将 打麻将我输100块 一定是你们三个人加起来赚100块 对吧 除非有人冬 冬前就是 呃 场主 啊 这个提供打麻将场所的 有人自摸就拿两台走 有人冬前的话就变成复合游戏 我们打久之后 最后都是被抽走的嘛 对不对 没有人冬就是零和 有人冬就是复合 ok 那基本上赌场所有游戏都是要码期望值是负 应该这样讲 所有东西期望值是负 都是负 他用各种不同的形式 可能是游戏规则设计是负 有可能是因为他里面有些抽涌 这样子 ok 好 那我们是在这个环境下 还能够赢钱的 因为 我只要确定 里面其他参与者 有弱 在判断上 有弱 一直做出错的决定 我就可以做对的决定 对吧 所以你可以想象是 股票他也是一个大型的 当然就股票本质来说 他不是 因为他是参与公司投资嘛 但是 期货交易就是 就是我看多 你看空 我们就是对赌嘛 对吧 那他是负的 因为有中间有这个手续费 有些交易成本嘛 那对于我们相信的事情就是 在过去股票市 在过去赌场 我们都能做到今天的事情 就是 基本上100个里面 98个人是输的状况下 我们还是可以赢的 所以说更何况 我在股票市场 相对一个比较和缓 也有更多更多的资讯 可以收集的状况下 我当然会觉得 我自己去挑选 会比ETF来得好 这个状况 这个背景就是这样 所以他是来自一个投资哲学 就是我相信的事情 但是我也不是纯粹盲目的相信 而是这十几年来 我这样做没有问题 而且我知道为什么他没有问题 而不是全然的运气 所以说对于一个职业赌徒来说 他是不可能破产的 有些人会说 你赌一赌 你要小心 哪一天就怎样 那对吧 他不懂赌博 他不懂职业赌博 至少这样说 对吧 逻辑上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去赌场里面 我们知道我们要干嘛 逻辑是这个样子 好 所以这边给什么建议呢 就是第一 我那个YouTube的影片 你要去看 因为那个西医讲的挺详细的 挺详细的 那现在要干嘛呢 那个时候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买进区间 而且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说是 你跟身边人讲 你现在要大量买进 那我说你疯了 你在想什么 我最近那个时候 我到LINE讯息都还有 我收集到超多讯息 他说 他们都说 你不觉得还会再更低吗 你不想再等一下吗 什么的 这就代表什么 投资哲学不一样 因为他们在讲的事情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会不会 我只知道我知道的事情 现在可以了 但是会不会更低 我不知道会更低 我就在买 对吧 我们有资金控管 对吧 好 所以这是第一个 所以那个时候是一个 是属于一个建立仓位的时刻 尤其就在2,3月份 我到2月到4月都是一直在买的 那现在呢 我就跟你说 现在对我来说 到明年的第一季吧 至少这个是个时间 我们是一个 叫做持平或减码的时刻 这样子 这个叫大方向 大方向 不代表我不会再买进东西 因为细微上的操作不一定 但是大方向来说 我不会想要减很多的仓位 我逻辑就这个样子 而且是很明确的 所以这是我简单的一个想法 但是你还是可以趁现在 去投资自己去学一些东西 这个是很好的 好 那么再来 但是第二点呢 很重要就是说 虽然我是持中立 然后持偏减码 不代表我对这个市场看的是空 不对不代表 我还是认为呢 就现在经济的情势的发展 跟我们这个全球的局势 科技的进步呢 我们是要参与市场的 我们要参与在里面的 参与程度多或少 那是一回事 但是你要买门票进去 所以买门票进去就是 你要有部位在市场里面 我认为这是好的 你有部位在市场里面的时候 你的感受比较深 你会比较在乎这件事情 你也可以用比较不一样的角度 去看待这个事 所以我的中立偏减码 不是转空 而是我会偏向保守一点 但是我一定会留在市场里面 所谓留在市场里面就是 我对于持有大量现金没有太大的兴趣 就是它要变成某个资产 那这当然跟一些总金有关系 那么就我的评价模型来看呢 大部分的美国的一些股票呢 仍然不贵 仍然不贵 但是我不会想要大局的买进 这是我现在的做法 但是我认为大部分的股票仍然便宜 仍然便宜 所以说是可以买进 像举例来说 最近不是有新闻吗 巴菲特买了日本的一些商社 对不对 那个我就在三月的时候就买了 因为我那时候看着便宜 那新闻出来 巴菲特大局买进 我账面上大概有赚二几%了 但是我现在看 它仍然还是便宜 所以我会再买 但是我整体不会大局建仓 刚刚前面讲过了 OK 好 那这边我就想要 因为等一下讲买房的这个话题 我就想要这边插题一下了 这个插题有点插的远 但是今天是闲聊 因为太久没录了 一定要录个东西 这个更新一下 这个身边很多朋友 大概就差不多年纪的 可能也在考虑要买房什么的 我在想我就是要往后讲会比较好 刚才先往后讲 刚才先往后讲再插回来 就插题这个东西 就等下讲套例的东西 好 那房子这个事情的话 我虽然说前几级录呢 有点长 就是讲那个买房钱的事情 50几分钟 但是如果你对于我的节目有兴趣的话 我建议你听一下吧 因为那个也是一个就是叫做生活哲学 也是投资哲学 投资哲学不是说我买什么会赚钱 而是说大方向来说 我认为钱应该是怎么放会比较对 会符合我的生命意义 就是投资哲学 逻辑是一个样子 然后会辅 大方向来说 我认为 我认为 做选择要基于哪些原则 是符合市场的道理 这是叫哲学 所以说不同哲学 投资哲学的人 他在讨论事情的时候 有时候不在同一个维度上 不是谁高谁低的问题 而是不同的是 你觉得觉得来说 有人像我妈妈他们最喜欢这样 就是因为很多阿姨知道我在做 我在做股票这些东西 所以很喜欢传来说 那可以请你儿子帮我看一下这几支 那基本上没办法讨论的 因为从一开始 你会买进这个东西 跟我们想做事情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非常难改什么建议 那当然能给建议的话 就给一些简单保守建议 或是大方向不会错建 但是我们不太喜欢给这些建议 因为你讲中了好像理所当然 你讲错了害他少赚了 那就麻烦了 好 那讲回防止这个事情 那我画几个重点 前面那一集的 如果你没兴趣停那五十几分钟的 大方向来说就是我说我从2019 7月那个时候就 对于白脑日本住很有兴趣 因为原因就是因为 原因就是因为 生活形态来说 我不需要在市区的话 我希望找一个居住的成本 很低的地方 那你说日本物价不是很高吗 但是你现在YouTube上已经很多房地产影片了 你可以看到日本很多很不错的房子 因为我上日本的X59一种 看了很多他们的一户建 相当相当的便宜 台币1000万上下 甚至台币六七百万就有了 当然他不是在市中心 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市中心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这种这个计划就趋缓 而且甚至开始打个问号 就说那 要做这个决定吗 所以就开始看一些台湾 不是在台北的房子 那这边就先讲到一个 我以前的对这个事情的哲学 很多我身边的朋友学生都知道 我都说不用买 为什么不用买 因为像举例来说台北市 你一个3000万的房子好了 你自备两成600万 带了2400万 2400万的话 你1000万大概兑4万的房贷好了 如果算30年左右差不多了 2400万的话 你就算8万多好了 10万好了 你为了这个房贷付10万 对不对 可是那个3000万的房子 你可能花3万就租到了 所以说你要的是使用权 你不一定要拥有权 可是就有人就跳出来说 可是你拥有的话 未来可能会涨 对不对 可是那是叫未来可能会涨 他们都不讲未来可能会跌的话 那就输掉了 对不对 所以一直以来我都是这样想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从以前都很少去想到 我想过说我其实不用住在台北市 直到去年7月之后 开始有这个想法 我就开始去看 然后就开始往 591看的非常非常多 591是全台湾的看了 我就很认真看 我就用Google街景 我就很方便 就是你先大家看一下 做很多功课之后 Google街景去走 我就大家都走一走的了解 然后就去宜蘭 去桃园 看一看一看 那其实没有看很多钱 但是我觉得很快有个掌握 我就在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我到底要的是什么 有人说会很远 生活方不方便 像我常常听到 讨论一个生活便利性 可是我就想要做一个第二层思考 说你所谓生活便利性到底是什么 就其实以活在2020年来说 没有什么不方便的 哪里都是一样 我觉得大部分 当然工作近不近 那个是有人考虑个便利性 小孩子学区 有人考虑个便利性 但是以正常你要活着来说 其实都不会太难 这是习惯问题 因为你只要拿习惯问题出来讲 都不用讲 因为我习惯这样子 好那就没得讲 但是撇开习惯不讲的话 其实有很多很不错的地方 那我开始做这个研究之后 我就开始 那我要去买到单瓶多少的 那你看台北市很多新的 很好的什么 像其实我现在住的地方也是 这个一瓶都要卖个 可能五六十万以上 那我就觉得没什么道理 你知道吗 对于薪资去对的话 就是说以台湾的平均薪资去对 就是我觉得这个很荒谬 就是很多人他工作一辈子 然后要花很大笔的资金 买一个投在房地上面 然后付个二三十年 然后终于还完了 然后很辛苦 然后每个月三成五成买进去这样子 我就打个问号就很奇怪这样子 那我就在看说 其实如果你愿意去改变生活的形态 就是一些习惯的事情 然后你愿意学习远居工作 愿意学习一人公司的概念 或者愿意投资 也是一样 就是想办法养活自己 然后同时为社会创造价值 你的目标应该是去找到台湾 一字头的房价的地方 然后去看哪边喜欢 因为客观来说 每个人这辈子赚钱不一样多 当然对于赚很多钱来说 他考虑这一个 但是以平均来说 我认为大概一个人 他买一个超过两三千万的房子吗 就三千好了 两千好了 就已经太多了 对于很多他做普通工作 领普通薪水的人来说 我觉得是这样子 这是我的观点 所以我就开始看很多一字头的 然后顶多到二十一瓶的 那我就看到 其实有非常多很不错的物件 而且周遭的生活环境也很好 所以生活环境 我说的是 像举例来说 我找到一些旁边有传统市场的 旁边 我要的不是说什么捷运多方便 公车多方便 因为我自己也看我自己的生活 捷运一年没搭五次以内 然后公公车什么都没有在搭 我要的就是一个生活的感觉 你可以活着 你有好的阳光空气水 很像生物 就可以了 所以我看看之后 终于就在 今天是礼拜几 今天礼拜三 对就在这个礼拜 做了决定 所以我就要结阳搬离这个地方 我现在住的地方是新店 但是我到时候就会开始录一些东西 我其实已经 我看房的过程 然后到时候也会开箱 最后决定就住一个 买了一间透天 在桃园 全新的 加起来大概一百多瓶 我就到时候会开箱 然后可能装潢干嘛干嘛的 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说 我觉得为什么要买 是这样子价钱跟这个东西 然后我也去建议大家买 很好玩的是 我在上礼拜开会的时候 我就跟我团队成员 说我去看这个房子 怎样很不错 然后就一个我的伙伴 就说他也有兴趣 就很狂 上礼拜二 他就跟我讲这个事情 他就跟我去看 然后结果昨天 他跟我做同一个决定 就买在我隔壁 那样子 很不错 而且他不是买来投资的 我们都不是投资的 就是要去要决定换个生活环境 到那边生活的 那这边插个话题好了 就是说很多人聊这东西的时候 他就说 那那边会涨吗 那边就好卖吗 什么的 那这边我就讲一下我的这个 我刚刚今天他讲哲学问题 这边你要去分类 就是说以大方向来说 你买这个房子 再分三个原因 自助 投资 投机 投机跟投资 大家会比较分不清楚 或者说大家定义有点不一样 我就讲我的定义 如果今天房地产市场很热 以前大家在玩的游戏 就比谁接 比谁接盘嘛 比谁接最后一棒嘛 跟很多很多人就是股票市场 本质是投资 可是很多人玩的投机嘛 一样嘛 就是因为现在很夯啊 我现在买呃三千 反正到时候有人买三千三 三千三 有人买三千六 我就赚嘛 对不对 所以我只要掌握这个市 我就赚这个价差 资本利得就很好 这个就投机成分高一点 那投资的逻辑是什么呢 买来租人嘛 然后就开始算说 我现在如果买这两千万的房产 然后我如果租两万 一年有可以租 达到24万的租金 那这样是多少 1.2% 那这个是一个数字 所以如果纯投资的话 我的立场 投资者觉得是 那股票比较好 因为变现性 因为流动性 然后呢 帕数也比较高 就是你不用有很高明的技巧 你都可以得到 5% 6% 很正常吧 很正常 OK 但是 一般会投资 他不是纯这个投资 因为他赚到这个 刚刚讲到1% 2%的 租金报酬率的时候 同时他可能在5年10年后 享有一个价差 所以他们会觉得 这个比较好 但是房子比较好 这个东西是一个盲点 一些对财务比较不了解的人 是因为他没有了解到 是因为买房子 是因为杠杆 因为你借很多钱 你花200万 买大概1000万的东西 你5倍 对不对 所以你一赚 当然说 你看我一买个房地产 马上赚很多钱 可是赔起来也是 赔起来就赔很多钱 OK 所以刚投资投机 这个东西讲 那投资投机 这个特色是什么 就是蛮大的几率 某个时刻 你又把它卖掉 对吧 就是你的交易 对吧 尤其投机的人 是这个样子 但自住是不一样 自住的逻辑 就是你这辈子总会 住一个地方 你总会住在某个地方 那就刚刚我前面的哲学来说 就是我的论点是 我就租就好了 那是纯粹以前在评价 纯粹台北市房地产的时候 但是如果今天是在外面的时候 就举个例子 像我这个房子租一个月 要个4万多块 那我说那当然租很好 因为如果要买的话 我房贷要付10多万 我真的租很好 但是如果我换个角度 就是一样付4万多块 情况下 我就找到单品 十几万 二十万 然后我可以愿意改变 改变自己脑袋 改变自己的生活形态 那就很好 因为你可以拥有一个 你自己的地方 对吧 然后你甚至可以买到 更好的物件 然后更 跟不一样的生活的形态 那很好 那那个时候 当那个决定的时候 对我来说 他到底好不好卖 这个会不会涨 我就会对于说 为什么我这个问题 打个问号 就是重要吗 不是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层次下面 我不考虑这件事情 当然这东西要讲起来很多 就是你说你不能不考虑 因为未来也有很多可能 当然都是 但是你终于会住一间房子的状况下的时候 你会持有的那一间 你不会卖掉 他就算长起来好了 你很喜欢 你就喜欢住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像之前一位思想家 哲学家 应该是 我没有记住康德 是不是 一辈子 就在那个地方 没有出去 会有这样子的人 对 如果你是 就要持有这件的话 涨不涨 与你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你买下去 买个2000万了 涨到4000万了 你不会卖掉 你卖掉 你还是要找地方住 对吧 那就没什么关联 所以说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 投资哲学 这个投资哲学 或是生命的哲学 三观 才可以开始讨论这些事情 所以说在这个节目 你今天会听 就是你对于我的价值观 有点兴趣 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那我相信的事情就是什么 就是 一人公司 然后远居工作 创造价值的社会 然后为自己赚钱 为自己工作 然后 股票市场 绝对是个有利可图的地方 要去研究 然后 你应该可以买个房子 但是买在 就是一瓶十几万的地方 尽量找 然后想办法改变脑袋 改变生活的心态 不管是工作 是小孩 是另一半 是习惯什么的 重新全部想一次 那些东西 有那么一定非得要这个样子 像我们其实有时候在看穿越剧 最近天人 大家不知道看了没有 等一下可能要去二刷 诺兰的电影通常都二刷起跳 我就想到 Netflix有没有电影 影集也推荐看 如果你对天人有兴趣的话 Netflix有一个影集叫暗 英文叫Dark 它是个德国电影 德国影集 非常好看 跟这个有关联 我就想到一个事情 像穿越这种东西 如果你今天不小心 Somehow你穿越到四十年前 五十年前 然后穿越过去之后 你就真的回不来了 你就被逼迫 只要在那地方生活了 反正不知道什么原因 你穿过去了 然后你就穿越到一个 没有手机没有电脑 然后所有生活心态不一样的地方 那你还是得活 你会说我完蛋了 我活不下去了 不会 你还是想办法 你数不定 你会找到说原来 四五十年前可能这样想 如果一两百年前好了 原来农村生活这个样子 原来你可以从种植作物中 找到兴趣什么之类的 你总会找到一个活的方法 你不会说你穿越过去 你就死定了 对吧 所以它证明就是说 这不能证明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 它证明就是说 你有各种可能性 你不要为了说 我活这一辈子 然后就那个钱 我就卡在那个房子上面 然后这样委屈 没什么意思 我觉得 其实我对于钱的看法 就在改变了 就是我觉得其实 需要的都没有那么多 就是什么样的活法都有 什么样的活法都有 所以其实我以前那个影片 如何上个多钱 讲的ESBI 我以前会讲说 像现在要改变 从E变B什么的 我觉得都好了 我觉得ESBI都好 上班族的收入 因为你只要找到热情的使命感 做起来开心就好 都OK的 没有说拿一个比较高尚 只是在这个节目里面 我跟你分享 我的生活方式这个样子 你可以参考 你可以做 但是我真的现在觉得 都OK 有人会说 一定要这样子有永续收入 才会比较好 我觉得不一定是这个样子 都可以 所以说网易上来说 什么是投资理财 很多人可能会把它误解 就是说 我怎么样去管这个钱 怎么样投资什么标的 然后就赚很多钱 它不见得是一个这样的事情 网易上来说 它就是一个资源配置的问题 可是资源配置 你一定要先确定 就是你的人生哲学是什么 你的价值观 你的生命观 你对这个世界理解是什么 那个配置才会有意义 而不是说 我看节目说 那个会涨 我去买 那又如何呢 涨而跌了又如何呢 那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你要完成的最后的 你的终极的目标 那终极目标 不要让人家给你 不要让人家给你说 你要买多大房子才可以 买什么车子才可以 买什么 那不重要 因为那对它重要 对你不一定重要 所以你找到那东西之后 投资理财工具 就可以帮助你去实现 你的你要的东西 当然你在讲终极点 你可以说 这个还是外在的 其实我要的东西很简单 在里面 那也可以 反正都可以 反正讲到这边都可以 所以聊聊天 因为七天八天没更新了 赶快录一个新节目 跟大家聊聊我的一些想法 也update一下 最近我投资 在做哪些事情 那么到时候 新房子的开箱什么的 到时候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也请大家 到时候到我们的YouTube 去看一下 因为毕竟很难用Podcast呈现 对吧 所以YouTube还是可以看一下 好吗 那么今天就聊到这了 还有什么话题的话 欢迎就追踪IG 然后在上面 可能可以再跟我互动一下 我更知道说可以录什么内容 希望今天的聊聊天 对你我都有点帮助 我们就下一集见 拜拜 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有在追踪这个频道的话 你一定知道 利用社区媒体行销 是现在做生意最好的方式 而且很有可能的是 你现在手上已经有一个 你很自豪的产品 你希望可以卖得更多 找到更多客户 又或者说 你现在正在带你一个 很有潜力的事业机会 你希望可以找不到更多的人 并建立一个强大团队 但关键的问题是 到底要如何在 没有任何经验 肤源 完全从零开始的状况下 在网络上建立自己的品牌 并且搭配销售漏斗 打造完整的销售流程 四年前 当我刚接触这个方法的时候 我完全没有任何经验 但因为认定这是未来的趋势 所以我放下所有的怀疑跟恐惧 从零开始学习 并且实作 现在 我利用所学 建立了属于我自己的网络事业王国 这是我做最好的决定 如果你对所有的步骤有兴趣 你想要知道更多细节 我有一个线上讲座 在里面我具体说明了 要如何利用社群媒体建立个人品牌 并且搭配销售漏斗 打造你的网络事业 你只要到KOLFOMULA.COM 就可以看到完整的影片 KOLFOMULA.COM KOLFOMULA.COM 这是我今年做的最好的决定 也希望这个内容可以帮助到你 祝你学习顺利 我们讲座中见